我們稍微把這個部分出來解釋一下 綠藻其實跟陸地植物是最接近的 綠藻在整個生物裡頭 基本上還是放在原生生物裡面 問題是它的親緣關係 照DNA的結構來講 它會拉跟陸地植物是最接近的 有幾個大原因 第一個當然分子證據證明它 第二個很大的一個重點是它的葉綠樹 只有它跟陸地植物是一樣 帶有葉綠樹A跟葉綠樹B 其他的基本上是葉綠樹A 或葉綠樹A跟C 沒有B這樣的一個葉綠樹 所以在這裡頭呢 其實綠藻是一個很有趣 可以連結陸地植物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橋樑 但是呢你去看它整個的從形態結構 整個系統來講呢 它會是藻類裡頭 原生生物裡頭的藻類這個部分 有光合作用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是銀性生物裡頭的最複雜的分類群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們都認為 我們都認為 導致都認為說 綠藻應該都是真核的生物 問題是就發現了這個區塊 後面當然是綠藻門 結果前面發現了它沒有細胞核構造 它是屬於所謂的原核生物 那這個就很複雜了 如果說照正常連結的時候呢 你今天藍綠菌被認為是葉綠體的來源 但是很奇怪一點 就是在綠藻這個系統裡頭 綠藻這個系統裡頭 有一個是沒有核的 沒有相關的包氣 那它到底怎麼來 到現在還是一團糜 那它的基因組都結出來 而且還不止一組 那連接起來 當然還是跟綠藻是最近的 這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原綠藻門呢 基本上無核無包氣 它的結構就好像是一個葉綠體 但是它的清源拉出去 又不跟葉綠體那麼近 不像藍綠菌一樣 所以你所看到的 所看到的形態就是這樣 中間的部分 基本上是它總說的遺傳物質的部分 外面這些是光合作用 模的結構 就它本身自己看起來就很像 真的很像就是一顆葉綠體的構造 那它是屬於微型的 非常微細型的浮游植物 它現在被認為是自營生活裡頭的 把它列入Picot等級的 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 直徑的什麼呢 生物體 那它放在原綠藻門 事實上它的基因組資料都跟綠藻比較近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還有去萃取它的葉綠樹 它的葉綠樹跟綠藻一樣 都是AB 整個過程整個形態 都跟綠藻跟高等植物一樣 唯一的差別就是沒有核的結構 沒有胞氣的結構 除此之外沒有找到任何的無性繁 有性生殖的一個部分 它就是這種無性生殖 就是很清楚的細胞分裂 那它這裡頭呢 現在事實上找到的物種數不多 它大事上分為原綠藻樹 原綠法藻樹 跟原綠球藻樹 這三個 就這三個 那這邊是小的一顆一顆的 這是除了前後成絲狀 但是都是什麼呢 單細胞的藻類 那它整個基因組也被解開來 它基因組的大小 大約是2410K左右的量 葉綠體的大小 大約是130K 所以它是我們現在 在陸地、植物、葉綠體的基因組呢 大約可以算是20倍的大小而已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但它可以完成整套的光合作用 跟它的細胞的代謝作用 都不會有問題 好 那這裡當然有很多假設的意見 假設的可能 到現在為止其實也不清楚 到底怎麼樣 用內工生理論來講 是被認為它事實上 還是跟現在的葉綠體比較接近 但它整個過程的 其實因為它是很晚 才跟 什麼呢 植物 已經有立腺體的細胞 在結合的 所以從前面過來的 包括最早最早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進入到原細菌 間原骨細菌 這兩個最大的分支出去 這兩個最大的分支出去之後呢 在原細菌的部分 產生了兩套系統 那這兩套系統呢 第一個就是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 藍綠菌的系統 那一個呢 是什麼呢 一般的可以進行易營生活的 這類型的 這類型的 那這個 最後如果說這種沒有內工生完成的 它就變成所謂的立核實體 那原骨細菌這一邊呢 它進入到所謂的共生的部分 它產生原增核 原增核在跟這一邊共生之後呢 產生把它拉進來相立腺體的結構 最後最後形成易營虛養的增核細胞 那上面這裡 原藍綠菌呢 它有一部分 當然往綠藻那個方向演化 所以這裡他們認為 原綠球藻是很早出來的 而是很早出來才有一路的演化 變成現在整個的系統 但是至於怎麼樣形成的 這個事實上還該討論 還沒有到非常的清楚 到底現在陸地綠色植物怎麼來的 這邊還是有一些疑問存在 它的色素基本上就是葉綠素A跟葉綠素B 我們在生物裡頭呢 陸地植物就走的是這一塊 但是 綠藻跟陸地生物 雖然都是用葉綠素A跟葉綠素B 但它的連結 它的什麼呢 測量會有一些不同 一般的陸地植物是葉綠素A 然後呢 綠藻類有些是會形成什麼 不一樣 在後面R2的位置 這邊理論像是CH2、CH3 這邊是CH2 有一個雙劍CH2 會有一些不同 那同樣的葉綠素B的部分 有B1跟B2的形 所以會有一些差異的存在 好 那圓綠球藻呢 其實它很小 0.5到0.8個micrometer 所以在電小液下面 用石科法所造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被認為是全世界 找到最小最小的光合作用 可以存活的生物 那它的碳含量 大約是50到130的Figurgram 每個細胞 Geo size大約只有這樣 它還很麻煩 大概也就是說 每一類地方所找到的圓綠球藻 去做定序的結果 有一些偏差 大小還是有差 1.7百萬到2.4百萬的一個範圍 大概在這樣的一個階層 那葉綠素的部分 光的作用色素部分 主要當然第一個是A2 這個所謂的二乙錫葉綠素 然後呢 它的什麼呢 葉綠素B是葉綠素B2 還具有玉米黃素跟胡蘿蔔素 這些獨特的組成 事實上都跟現在陸地植物跟藻類比較接近 好 那這是已經被整個定序完成的所有基因組的資料 你可以去基因Bank裡面去找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它全部調出來去做什麼呢 去做它的一個分析 它的資料其實一直在增加 那原綠球少呢 它的光合作用系統 因為它沒有什麼呢 包氣的結構 所以它本身就自己類似是一個葉綠體 所以它的整個系統其實跟什麼呢 跟藍綠菌的結構比較像 藍綠菌的結構大致上也是形成這種早膽色素體 早膽色素體 所以呢 現在的研究呢 被認為 這個部分可能跟祖先型的藍綠菌 因為顯找了細胞基因組 還有它細胞的結構大小 然後再補充了其他的基因進來之後 所形成的原綠球早 被認為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它的早膽體呢 其實是跟藍綠細菌是比較近的 好 那如果去看的話呢 當然在這裡頭 它沒有葉綠 藍綠細菌沒有葉綠素B 但在這裡頭它是有葉綠素B的 所以整個接收系統呢 你會發現呢 還是有一些差別的存在 但是最終最終這個所謂的APC 所謂的光合作用的一個連接的 易藻藍蛋白 基本上大家都是想吃的 所以電子的傳遞跟什麼呢 最後 最後 形成 把電子推出去的一個中心結構呢 是相同的 好 到這個問題 那後面之後 就是所謂的增核型態 那增核型態的 屬於葉 屬於綠藻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也不是單一的分類群 要先強調 為什麼呢 有一些小的分類群 它太複雜 跟我們在講的綠藻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 圓核型態的部分 有所謂圓綠球藻 但在增核型態的地方呢 除了綠藻門之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綠枝藻門 它自己有葉綠體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但它又可以變形蟲運動 所以這個綠枝藻門呢 就是一個比較特殊 被放在一個 比較怎麼去解釋的一個地位 它類似阿米巴蟲的一個藻類 然後它在亞朝代 就是熱帶的亞朝代 跟亞熱帶的亞朝代 都可以找到它 你今天看到這個是一個細胞體 隨著它時間的不同 它會形成什麼呢 變形蟲運動 好 那葉綠素A、葉綠素B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它的繁殖方式 一樣這一群的 找不到 主要就是無性繁殖 無性繁殖 還有它的什麼呢 它的儲存實物是BetaE3的Grancat 就是所謂的 短鏈連結的結構 那整個繁殖 除了無性繁殖 就是所謂的分裂生殖之外呢 它有時候會形成這個叫動包子的結構 那這些 那這些一直被討論 它到底應該丟在哪一邊 是一個很 不好解決的分類階層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不繼續講 因為它的生長頸帶就是阿米巴原寵 但是呢 它會在某個磁齊形成Rose bone 在永動包子的結層 然後細胞 你看到的就是這樣 它會形成這種阿米巴的結構 然後它會形成編毛拉出去 所以呢 你常會看到所謂的 變形同時期 而這變形同時期呢 甚至它會產生細胞核分裂 細胞子不分裂的多核圓形的子塊 所以在這裡頭 你把它放到小圓圓圓下面 看著它好像是不只一個核的 好 到這邊問題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剛剛把藻類 不屬於藻 綠藻門 但是是跟綠藻相關的一些分類群的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一個是圓綠球藻門 一個是綠枝藻門 好 好啦到這邊問題 再來我們要講到生核的一個部分 把中間那一檔 欸不用說我講錯了 那生核的部分其實比較多 比較煩藻 這個綠藻的整個分類群來講 其實可以說是陸地植物的主線 問題這個分支令人很討厭的地方是 它從單細胞一路到多細胞 然後一路到複雜 甚至像陸地植物可以半乾旱的都有 所以這群的生物其實很麻煩 但是它的另外一個優點就是說 它事實上的特徵 你如果用葉綠樹來分的話 就很清楚 只有它可以連結到什麼 陸地植物的葉綠樹A跟葉綠樹B 還有我們在上個禮拜 昨講的那個部分 好 那如果照它的整個親緣關係去分的話 你大致上可以簡單的去做這樣的一個區分 怎麼去看呢 如果說以最原始的單細胞的綠藻 往上跑的話 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分類群 第一個是綠藻植物鋼 綠藻植鋼 再來是輪藻 那這個輪藻當然是被認為 現在陸地植物的祖先 問題是它其實整個拉下來 包含這一大塊都是 所以呢 我們都會講到 但是我們盡量不要把 所有的分類東西放得太多 因為放太多你的頭也會打 在綠藻植物鋼 其實等於會認為是 綠藻裡面拉最早出來的一個部分 那它通常來講是什麼呢 單細胞 或者是群聚 或者是什麼 絲狀的藻類 比如說群聚到最完整的構造的 會是這個團藻 團藻甚至可以大到你肉眼都可以看到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組織化的藻類 而且它是群聚型的 那除此之外呢 水網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部分 它是淡水的 台灣在某些還沒有太污染 或還沒有太被破壞的 池塘裡頭呢 偶爾還找得到它 去年你們的 去年上一屆的部分 剛好有 在台中有找到 所以有看到它真正野生的狀況 那這次我會試試看 不一定能找得到它 好 那這個是屬於 綠藻植物缸的部分 所以你發現這一頭 事實上沒有磨狀 它最多就是成網狀或絲狀 那磁唇呢 基本上這個部分是絲狀 或者是磨狀 或者是管狀 所以這一邊你所看到的像散藻 它就是一個直立的管柱 上來之後呢 再長出來像香珠狀的結構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後面會講到 它事實上是一種多核的狀況 它在沒有進行有性生殖的時候 沒有進行無性繁殖的時候 對不起它就是多核的狀況 那磁唇 今年你們應該會去嘗試到它的味道 它是什麼呢 它是我們在嘗試到的海菜裡面 最常見的一種 除了那個紫菜之外 海昆布之外 再來就是它 那這個部分呢 磁唇呢 它本身來講就是磨狀 而且它非常的透明 它的細胞層數非常的少 你可以直接在顯眼鏡下面看它的一個結構構造 那最後這個是輪藻 輪藻大致上是整個綠藻分類群裡頭呢 算是最複雜的 尤其到了輪藻這個部分 所以它從單細胞到群區到絲狀到魔狀 通通都有 到組織化的到頂端生長的通通都有 所以整個綠藻如果要把它看到懂的話 事實上其實要花蠻多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就把它比較簡化去講 分類群的部分 我預計拉出來講的並沒有非常的多 因為它的物種種類太多 它的型態太多 大致上來講就是7000種左右 那很多它們並沒有真正的再去做非常好的分類 因為它通常是屬於廣泛分布的物種 所以它地區上有一些差異並沒有真正的被分成種的概念 要先強調 那我們大致上來講的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三個部分之外 事實上其實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分支 那這部分我們就不持續去講 因為那另外兩個分支其實都比較小 比較小 好那特徵方面事實上來講 尤其是光合作用這些色素形態 都跟陸地很像 看外型怎麼去分 綠藻跟其他的藻類 第一個你直覺上用顏色 因為它是用葉綠素A葉綠素B跟胡蘿蔔樹類的 所以它的顏色事實上 比較像陸地植物的鮮綠或者到什麼呢 這種亮綠色 通常來講你在水裡面看到那種墨綠色的 或比較偏核色的 那都是核島類的 紅色的 基本上都是紅島類的 算是比較容易去區分的 特徵 那如果說像這種類型的 模狀的 然後屬於什麼 屬於這種亮綠色的 大概都是綠藻類的 但是它的植物的 細胞的形態就非常複雜 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到群去 到單細胞 但它是屬於多核 單細胞多核的腦狀 它的細胞可以變得非常的大 到絲狀到膜狀都有 好 那單細胞的藻類 具有這種運動型的 比如說伊藻 當時在定分類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被討論了很久 為什麼呢 你如果看這個簡單的片子 就好 我後來沒有把它連接上去 因為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每台電腦它有時候 沒辦法連接 這個是 一般的伊藻 一般伊藻在照光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它事實上會利用鞭毛的運動 在它水裡頭一直移動 所以這個時候 到底它要把它當作是植物動物 其實是比較必須要去討論 所以 綠藻在後面 現在的分類大系統裡頭 後來被丟到哪裡去 原生生物 是有它的道路 你去看它的動作就知道了 其實它是會有運動的一個特性 所以 伊藻類的呢 單細胞蛋具有的運動能力的 這類型的 而這類型的呢 通常在光線照射底下 會利用一些特定的感光的構造 讓它產生運動的一個能力 甚至呢 同樣一隻伊藻的形態 那個形態長得跟伊藻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會形成群聚型 所以譬如說盤藻類的 或者是石球藻類的 或空球藻類的 或後面一些相關的呢 你會發現它就像什麼 它就像伊藻然後聚合在一起生長 細胞型態什麼都非常的相似 譬如說盤藻 譬如說石球藻 各有這樣的類型 而且它的邊毛都會一直向外 一樣具有感應光線的能力呢 然後到時候就開始跑來跑去 好 那也有這種叫做單細胞多核囊狀體 你看到這個光線下 它旁邊這個量的 這個事實上它是它細胞的一個部分 但是它裡面你可以找 它每一個裡面都會有多核的現象 所以這類型的單細胞多核囊狀體類的呢 就代表什麼 它事實上其實細胞核分裂完畢之後 細胞只沒有分離 所以再來呢 就變成一個 隨著它細胞的核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會形成各種的形狀 譬如說三藻類的 它就是會形成管狀 那最終它要進入到繁殖階段的時候 它在上方會整個擴大開來 變成一個散狀的結構 然後再變成一個一個隔間 這個多核的細胞進去之後 開始進行細胞質的分離 會有這樣的一個動作出現 好 甚至像這種單細胞多核囊狀體呢 它還有一些很特定的分類群 這跟紅藻一樣呢 它們被認為有一些驅同野化 因為它會在細胞壁的表面去累積實惠質 比如說這個仙長藻類的 它是綠藻 它剛開始的時候是絲狀的結構 那隨著它今天整個個體生長 會開始往兩側平面狀的延伸 然後呢 就在這細胞質的外面 可以大量的去累積實惠質 而這個實惠質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細胞壁有實惠質之後 它可以防止相關的掠食者的啃養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在水的環境下 繼續的存活下去 所以它有一些特定的能力 你如果去看它每一個大的片裡面呢 在它存活的時候 你把它想辦法去進行顯微鏡的觀塔 它裡面是多核的狀況 那一樣有這類型的絲狀藻類 比如說水棉就是這個類型的 那水棉這個類型呢 它絲狀藻類之外 它會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底下呢 開始產生結合生殖 所以這個是會是在綠藻裡頭呢 開始很清楚看到兩個細胞連結 然後呢 細胞質融合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一個又變成什麼核子 然後再往下去走 好 那綠藻裡頭呢 甚至會產生這類型的工生現象 比如說你今天所看到的海葵 那個觸手上面那個綠色 那是觸手 這海葵自己的顏色嗎 那不是喔 那個東西你把它切割開來 它裡面是工生藻類 它是工生藻類 同樣的珊瑚蟲 珊瑚蟲上面的部分的顏色 那是什麼來源 那也是工生藻類 所以呢 這種工生的現象在水體 尤其在海洋環境裡頭的 非常常見 那第一呢 我們早期都講說是藍綠細菌 跟一般真菌類的工生 但是後來慢慢的有做修正 為什麼 因為它發現其實不是只有藍綠菌會產生 工生的現象在第一裡頭呢 它有些是綠藻類 也會有這樣的現象產生 好 那綠藻 這整大分類群裡頭呢 如果以一般的通性的特徵呢 它的生殖會是走無性繁殖跟有性繁殖 單細胞藻類 譬如說一藻 它一般的時候就是中一分為二的無性繁殖 但是它會進入到有性生殖的時候 就兩隻一藻直接結合變成二倍子 直接就減速分裂 再變成一般的一藻 所以它有性生殖無性繁殖就會併出了 那它的特性裡面 葉綠素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葉綠素A跟葉綠素B 再加上胡蘿蔔素跟葉黃素 所以你一般所看到的綠藻 它就是呈現很清楚的亮綠色 那它的食物儲存通常是什麼 因為它的光澤作用系統 其實已經跟陸地植物都相近了 所以通常來講 它是以什麼的 變粉的為主要的儲存 除此之外呢 它會大量的去製造脂肪 脂質跟油滴 為什麼呢 它要因應環境的變化 可以做為什麼呢 能量的儲存 所以你一般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葉綠體的附近呢 找到一個很清楚的澱粉核 除此之外 你在光學前現場去看 會看到一堆亮的油滴 所以這些特徵事實上都很好編認 好 那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 它會有編毛 單細胞群聚型相關的一些類群 都會有編毛 或者是它整個生活之一頭 會具有編毛的時期 那編毛通常是二或是 以二為主體 然後呢 它的編毛會跟 藍綠細菌的編毛是不太一樣的 等一下會講到 分布 整個分布的狀況底下 你很好玩呢 大部分的綠藻其實 大量的都是在淡水的環境之下找到 跟褐藻跟紅藻相關的這些會不太一樣 那些大部分都是屬於什麼 大部分都是屬於海的環境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的綠藻 其實有大半是屬於 90%以上是屬於淡水的 然後呢 海洋性的少 但是它是 不管在淡水或海水的環境底下呢 它都是很重要的浮游生物 尤其是它淡細胞藻類的一個部分 那剛剛講的地域環境裡頭呢 它會有公生的現象 跟誰跟第一 形成藻菌公生體 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那 生態 西胃的一個部分呢 它的棲息環境 當然複雜度就非常的高了 因為它的種類數還有它的形態非常的多 你可以在池塘在鉤取看到 你可以很清楚的在浮游的水域裡頭呢 去過濾 你就可以找到它 除此之外呢 一部分它會形成濾濁的生長 那甚至呢 有些會在岩度高的環境底下的存活下來 所以這個都很難講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綠藻 那通常來講當然淡水是比較多 還有在一些水淺的環境的養分多的地方呢 都很容易去找到 而且呢 它會是海洋 在熱帶海洋裡頭的非常重要的生產者 所以大概剛剛所講的都是一些通性的部分 通性的部分其實就是比較簡單去做一個描述 那我們後面會拉進來這些所謂的各種的分類群 會比較專論性的去講 綠色編毛藻缸呢 它是很小 它屬於微藻類 那這類型的藻類呢 被認為是所有綠藻的或者是植物的共同祖先 到現在為止呢 它一直有相關的分類 新的分類群呢 被找到被發表 為什麼呢 因為早期關注它的研究其實並不多 這種小型的微藻類其實在整個間別上 就有它的一些難度 甚至呢 你如果去查相關的一些GIMBANK的資料 它的序列資料其實也算少 雖然它的基因組不大很小很容易做 那這一類型的都是屬於浮游生物 所以它是自由生存的單細胞 甚至呢 以前早期常常會被誤認 為什麼呢 它跟一些水域環境裡頭多細胞生物的包子很像 所以早期真的會不會把它給當作是什麼呢 可能是某些生物它的無性繁殖的包子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它的大小它的形態跟陸地植物像什麼呢 海鹹類或者是蕨類它的包子是很詳盡的 尤其在水域環境之下 它的環境是很詳細 那這一類型的其實也很麻煩 雖然說它是一個很小的分類群 但是它也不是一個好的分類群 怎麼說呢 在裡面最常見的微包藻跟塔包藻 它就不是一個好的分類群 它通通不是單細群 它都是病細群 它都是多細群 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其實在整個演化的過程底下 並沒有到非常完善完整的一個部分 那你去看的時候呢 事實上也代表它是什麼呢 這種多細群是跟它的多樣性是有關的 所以你去看 譬如說在這裡 這個是塔包藻的部分 那個分支的部分 它跟其他的分群呢 事實上沒辦法連結 它可以直接平移細群 譬如跟石筍鋼 這個是 剛剛說講的這個分類群 所以 整個多細群的概念 或病細群的概念 在整個分類群裡頭是很常見的 那微包藻呢 現在所知道全世界 所找到的最小的真核生物就是它 所以你去看這個bar 這個bar是0.6個micrometer 所以代表什麼呢 這一個大小大約2左右 不到2 2個micrometer 所以為什麼會被誤認有它的原因 因為它實在小到跟人家的包子的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 早期 在研究的時候 那個是 可能是某個綠藻的什麼 或某個藻類的包子 我們就不去看它了 後來才真正的有把整個life cycle很清楚的確認出來 才有真正的分類系統去把它定名出來 那它是屬於單邊毛的一個生物 那塔包藻呢 跟微包藻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塔包藻已經發現它的邊毛是不是就不一樣 它基本上是4個邊毛 然後呢 整個 整個型態 它的結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那個比試 它的整個構造 外部的型態就像那個比試一樣 上面 凹進去的地方 就是它邊毛嵌入的地方 那也牽涉到它的分類 也利用這個邊毛的結構 去做為它分類的一個基礎 那它 無性繁殖怎麼做呢 很簡單就是垂直的 從上往下 沿軸 直接做細胞分裂 所以它的細胞核分裂完畢之後 它的 包括葉綠體 分離之後 包括它的電粉額一拆為二之後呢 就由上往下 產生細胞分裂 產生細胞值分裂 一分為二 那 塔包藻 已經比圍包藻達了 圍包藻大概只有兩個micrometer 塔包藻大約直徑 可以到達十個micrometer左右 然後它的長度 大約可以到十五到二十個micrometer 所以已經大概是剛剛講的 圍包藻的一個十倍大小 那整個 結構外型 其實都還是屬於小型的 全浮生物 就是浮游生物 也可以看到什麼呢 它跟我們後面會講到的衣藻很像 它有一個眼點具有感光的能力 這一點在單細胞的綠藻類呢 基本上都有這樣的一個結構 邊毛的部分 它的四根或八根邊毛 長度大小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把它稱之為等邊毛的一個結構 好 那整個呢 分裂的方式 剛剛已經講了 它就是縱向分裂 它就是由上往下 先細胞核複製 分離之後 然後呢 澱粉核分離 再來 液氯體分離 最後呢 邊毛的複製 然後整個細胞質的分裂 好 那它是一個很小的分H 所以一般來講呢 通常在綠藻的時候 糖介紹就會直接把它跳過去 為什麼就直接進入到綠藻缸 那綠藻章裡面呢 裡面事實上很多 不需要去背 不需要去記 看過 知道有這樣的生物為主體 它大致上來講 你去分 從最簡單的單細胞到什麼呢 到絲狀藻類都有 那最簡單的單細胞 通常來講 由它的運動能力 有跟沒有 就可以區分成兩個 一個是單細胞 具有運動能力的 一個是單細胞 沒有運動能力 但它會形成 勇動包子 勇動包子的時期 具有邊毛可以運動 然後呢 甚至呢 第三個類型的單細胞是 單細胞 沒有運動能力 也沒有任何的 運動的時期 所以這裡就 基本上就散了三大塊 再來就是群聚型的 群聚型的 大致上就分為兩種 一種是 具有邊毛 可以運動的 一種是沒有運動能力 那後面三個 當然就是管狀 絲狀 那絲狀藻類來講呢 基本上來講呢 就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講的水棉 這類型的 那通常甚至發展到最後呢 在這種絲狀藻類 綠藻鋼的部分呢 就已經進入到 所謂的軟胚生殖 就是所謂的產生 精子跟軟 的一個結構 所以你整個看呢 從最基本的單細胞 一路到軟胚生殖都有 在這整個分類系統裡頭 好 那 它 其實最常見的 是這個綠藻 綠藻鋼 綠藻鋼在一般水域環境底下 你如果 把它用什麼呢 過濾 或是成 那個離心的方式呢 通常都會找到它 它的特徵其實很好 人就兩條邊毛 然後呢 橢圓形 光線底下一照呢 就很清楚看到什麼 很清楚看到 它有一個外國的一個 附的構造 所以呢 它的結構你去看的時候呢 兩個邊毛 等堂的邊毛 然後呢 會有一個很清楚的 紅點 那個感光的構造 就你剛剛影片所看到 那個紅色的點點 它接受光的時候 會有運動的能力 會把訊息傳給什麼呢 傳給邊毛 邊毛會運動 開始就隨著光線而移動 那 剛剛有講過呢 它有有性生殖 所以它走的是 兩個一藻直接 上下 配對之後 形成 融合 融合之後 就直接核子 就減出分裂 所以它只有在核子 是兩倍體的細胞 之後就直接 又裂成四個細胞 就離開了 那每一個上面都有一個 很大的澱粉核 而一藻呢 你剛剛看到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當它光線方向不一樣的時候 它那兩根邊毛 事實上會呈現左右不均等的現象 它如果今天光線來源的時候 它剛好對到的是光線來源的時候 它的邊毛會像我們在講的一個挖式游泳的方式進行 就是由前往後撥水 由前往後撥水 讓它整個早體移動 但如果今天是從側面光告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邊毛兩邊不一致的運動 讓它轉向可以逛光線的地方移動 那這是用什麼呢 冷凝光顯微鏡所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邊毛的結構 依早常被跟其他生物拿來比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邊毛的結構 它邊毛的結構跟我們一般的肌肉纖維 其實已經很相似 它就是所謂的Tuberane的結構 為纖維的結構 而且是9加1 9對加1對的結構 所以你所看到的會有一個中軸 然後旁邊繞的9對的Tuberane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隨著它裡面的 新陳代謝酵素運動 產生的能量的部分呢 就會造成什麼呢 Tuberane之間的一個滑動 會造成它的運動現象 這個會跟動物生也都會一模一樣 最終9加1的結構呢 在一早裡頭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 這是它顯微鏡切片的一個結果 我有時候蠻佩服這些 以前的老師 他到底怎麼切出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我也才搞不清楚 第一個它其實只有50個Nanometer 它本身一早就很小 然後它還可以切到這種低谷 這是難度其實真的很高 那它的Life Cycle其實就很簡單 你所看到就是 一了就是走 無性繁殖 無性繁殖 一隻開始直接 邊毛收縮掉 然後就細胞分裂 一邊二 二邊四 然後這個外膜打開之後 就把什麼 就把裡面的四個細胞 邊毛又出現散出去 這個時候 剛散出去的時候 稱為Rosebone 然後就回復到一般體積大小 就是正常的一早 很簡單的一個細胞分裂 那有性繁殖怎麼樣呢 兩隻一早碰在一起之後 當然它會先進行什麼 先進行它的一些結構上的改變 濃縮類似下去形成配子的過程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階段 它會先進行有失分裂 然後去形成體積小細胞質濃縮的一些 小成的什麼呢 類似像配子的構造 這個時候散出去之後 兩隻碰 用邊毛邊毛的位置碰住之後呢 就進行什麼 融合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呢 包括細胞質融合 細胞核融合呢 就形成了第一個惡背體的核子 而通常它要走有性生殖 都是遇到惡劣的環境 所以它會形成後臂的核子 所以走有性生殖 形成後臂核子呢 主要是要讓它可以度過惡劣的環境 那同時呢 當你環境恢復的時候 它會接到訊息 開始進行減速分裂 然後再散發出來什麼呢 依照 完成它的有性生活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過程 包括無性繁殖 包括有性繁殖 好 那這只是在把它整個過程底下呢 它的一些相關的照片 顯微印象被觀察到的照片呢 把它給拉出來再看 所以你 在這裡頭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什麼現象呢 當你這個細胞 其實它進行配對的時候 大小形狀是一樣的 但是它們還是被區分 所謂的正負 被認為還是有所謂的差異的存在 所謂的正Strength跟FullStrength 那包含在進行什麼呢 兩個細胞融合的階段 它是碰觸的地方 主要是在編毛段的地方 那後面 這種具有運動能力呢 會特別拿出來講的呢 是所謂的紅球藻 紅球藻到現在 突然之間變成很紅的 一種藻種 而且台灣已經有人在養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去考慮過 你們吃的蝦子 有些蝦子煮起來淡淡白色的 有些蝦殼很紅 你知道原因嗎 有沒有想過原因 同樣你去 一般的 超級市場買蝦子 不同的廠牌 都是白蝦 你發現煮出來的蝦殼 顏色是不一樣 草蝦也一樣 有沒有想過問題 問題在這個東西 紅球藻呢 它本身是一個很特殊的藻種 它在整個life cycle裡面 會有一段時期接受環境刺激之後 大量累積蝦紅素 那蝦紅素現在被認為什麼呢 健康食品抗氧化 都不講了 太多了 反正網路上去查就知道 甚至像台泥都跳進來 再想辦法去做 他們在進行水泥製造的時候 因為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他們想辦法把二氧化碳 導進去在這養殖池裡頭 利用藻類快速的消耗 順便附加價值去產生蝦紅素 類似像這種東西 好 那它就是紅球藻 紅球藻 你剛剛看到的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好玩的顯像 它外面細胞在這裡 那外面有一大圈的細胞黏膠 所以它那個外層的細胞黏膠呢 其實都已經快要跟它的細胞的直徑相當了 兩邊加起來大概就是整個細胞的直徑 那除此之外呢 它接受刺激之後 你會發現你會把它誤認 我們剛剛講綠藻基本上都是亮綠色 但是只有它是很壞 為什麼 你會發現它就變成這種色 接受環境刺激之後 變成紅色 那它是什麼 它是因為蝦青樹累積 我們就叫蝦紅樹 因為它只要環境改變之後 它就什麼 溫度改變 它就會顏色改變 那很有趣的一點呢 它其實整個的路徑 很清楚的被了解 它怎麼進行代謝反應 怎麼進行深合成 它整個 深合成的路徑 就是由STL-CoA 由STL-CoA一路下來之後呢 變成β-Carotene 再由β-Carotene去合成這個 所謂的蝦青樹 那你去看呢 最基礎就是STL-CoA STL-CoA STL-CoA呢 一路變成maiolic acid 然後再形成什麼呢 IPP IPP是整個五碳結構裡面的最基礎的sTL-CoA 所以再來你看到就是五碳變十碳 十碳變二十碳 二十碳變四十碳 到了四十碳之後 再來就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Modify 再來就是Modify Modify最後出現的就是蝦紅樹 蝦紅樹呢 被認為在這整個結構裡頭 它的氫基跟銅基 它可以穩定的提供電子給自由基 或者是它裡面的未配對的電子呢 可以捕捉自由基 所以它有很高的抗氧化能力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被認為它有保護細胞膜DNA 更勝於Beta-Protium-Veta-M1 這種抗氧化物質 所以現在你在市面上 可以買到這種健康食品 而且它事實上也是整個有被什麼呢 拍成片子在講它怎麼樣製造的過程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那部片 好 那整個Life cycle其實很簡單 一樣的 一樣的過程 就是它一樣是如果走的是無性繁殖的就是細胞分裂 整個步驟 所以當它變成一個成熟的細胞之後 如果今天要進入到無性繁殖的階段 它就會把邊毛收縮掉 然後呢開始進入到有失分裂 那通常如果環境不良的時候 它會變成秋綿包子 那如果今天環境OK 它就進入分裂分裂分裂之後呢 再來釋出來就是永動包子 永動包子在進行它整個生理生化代謝穩定之後 又變成一個完整的什麼呢 紅球藻的過程 好 那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被發現 紅球藻它整個的 sell number growth的速度 細胞的增長的速度呢 它可以呈現指數的升長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給它足夠的來支援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 細胞數持續的上升 所以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類似讓它無限的放大 只要環境能存在能力夠的時候 那再來呢 你在改變環境底下 它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步驟 開始去累積蝦青數 那你在工業上生產呢 就會變成一個很快速也好用的部分 那 同樣呢 在這個階段裡頭 它會形成一個囊包 就這個階段 就是你今天在細胞邊毛瘦瘦之後 進入到分裂的階段 它會開始形成的構造 我們稱之為囊包 好 那到這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後面再來這個部分 是講那個 單細胞但是不能動的 就是說它其實 怎麼去解釋呢 它沒有運動能力的藻類 所以你看到的會是什麼呢 被包在裡面 像這樣類型的四肌藻 所以 這種 你會發現它邊毛甚至 你都看不到的一個狀況 而且呢 通常它會形成群弱狀 就是它雖然還是單細胞 但是它是細胞和分裂 細胞只分裂外面之後 但是它外面那個什麼呢 內層的果膠層它沒有分開 跟藍綠細菌很像 所以這一類型的單細胞 或單細胞形形這種立體方塊 或不規則型的物種 在鑑別上其實是蠻辛苦的 早期還有發生什麼呢 單細胞是一個種 然後這種群聚型的是一個種的 這種現象 那當然都會跟它什麼呢 跟它的整個生命的熟期是有關 譬如說像這個叫做綠球藻 CORORA這個東西呢 在整個水產養殖的部分 一直被認為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通常會拿來做 第一個健康食品 第二個做一些魚類 載魚的就是治魚的一些飼料 或者相關的一些飼料 譬如說你們應該有聽過 叫做什麼呢 叫做小球藻 在一般的電視購物台 或者是一堆莫名其妙的網站 就會出現什麼健康食品小球藻 然後會跟你講說 那個細胞必特別的薄 特別容易把它分解開來 聽聽就好 為什麼呢 這類型的綠球藻呢 它事實上當然是 食品來源 但它最大的問題 是它的細胞壁其實還蠻厚的 所以我們就算把它長成棗 定把它吃下去 其實大部分是不能分解的 而這類型的就跟剛剛講的 紅球藻很類似 就是它的整個細胞的增長速度 經由無性繁殖增長的速度非常快 那綠球藻呢 其實是沒有被發現 有有性繁殖的現象 它就是無性繁殖 無性繁殖 無性繁殖 而且它被認為是 現在被認為是很好的一個人類食物來源 大約已經發現的時間非常的久 1890年代發現到現在 整個結構都很清楚 它的大小大概跟人的紅血球細胞很相近 那問題是它的細胞分裂速度其實非常的快 你只要養分夠 你只要它的整個支援不是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持續的成間指數的上升 而且呢 這個綠球藻常常會跟很多的生物形成共生的現象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三個 每一隻看起來都綠綠的 但是每一隻它的綠綠的 你把它裡面的共生藻類拿掉之後 每個都沒有顏色掉 這個是什麼 這是水溪 水溪它會形成大量的綠球藻共生 草鋁蟲 同樣的它的顏色來源也是這個所謂的綠球藻 然後呢 海綿你看一顆一顆那個綠色的 那其實都是綠球藻在裡面 所以它會很容易跟這些水溪生物形成共生 而怎麼樣呢 它進行光合作用產生碳水化而物 那其他的生物呢 提供保護跟相關的一些什麼呢 支援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市面上可以買到很多這種藻釘 綠球藻的藻釘 然後呢 為什麼它會被一直拿來討論 甚至像現在有一些所謂的運動性的機能食品 是利用它來製造 為什麼呢 你去看它的蛋白質含量 它的蛋白質含量大概是55到67 你很少有一個生物 除了動物 陸地動物之外呢 有光合作用的生物很少有這麼高含量的蛋白質 所以它被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未來食物的來源 除此之外它的脂質礦物質 碳管化物含量都很高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細胞壁不容易被打破 所以一般來講呢 現在這樣的藻釘 都希望用一些特殊的技術 能把他的细胞壁先破坏 比如什么超音破裂解基础之类的 主要就是什么呢 你在取食之后 可以让他细胞壁里面 就是细胞里面的东西可以流出来 不然我可以跟你讲呢 像这种早定或螺旋早的早定 你今天吃了 你明天去上洗手机 你都会被吓到 颜色立刻都改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消化不了 你吃进去跟你出来东西是没有分解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特定的方法 去把它打破掉 那这种培养其实很多 台湾也有 那刚刚讲的是没有运动能力的 再来是形成群聚 然后有运动能力的藻类 这个就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盘藻石球空久道 后面我讲的一切相关的 那这一类型的通常会形成群序型的 它都有一些特定的形状 比如说四个聚集在一起 十二个聚集在一起 或者是三十六个聚集在一起 它每一个不同的物种 它所形成的定型群体 它的细胞数目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不管这个盘藻或石球藻 它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说 它的细胞那个边毛都是一致对外 它边毛不会朝内 只会朝外 所以你如果在向外差纤维镜 或向外一些比较好纤维镜看到 这边不是很清楚 这个都边毛 就是对外 那这当然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同样的情形光线照下来之后 它一样有眼点 一样具有感光的能力 一样会随着光线而产生边毛运动 让它整个早体的向一个方向移动 好 所以呢 这边指出来那个红色的点点 那个都是它的红色眼点 都是它感光的一个构造 那一般来说 这一类型的藻类 包括我们刚刚从最早讲的一藻 这一群的定值群体的都很像 它的单一细胞的形态都很像一藻 所以它的整个有性生殖的方式呢 也都是走同配的现象 就是两只大小相等的细胞的 直接配对的一个形形 然后呢 它融合完毕之后就形成核子 然后一样就是核子减速分裂 再散出去形成永东保质 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盘藻石球藻 随着不同的分类群 不同的属 它的细胞的数目就开始不一样 刚刚的那个盘藻类系统 事实上细胞数目都不会多 到石球藻这个部分 它的细胞的量开始 比如说通常是16或32的定性群体 那大致上整个细群体的大小 大约是50到250个micron 所以其实你一般在水环液上不用太大的 富士纤维性的你就可以看到它 甚至有些比较大的 有些肉眼都稍微可以去瞄到 那这一群的呢 已经跟刚刚的盘藻不太一样 它还是定性群体 但是它出现了异配的现象 就是说它的配置 有大小的区别 虽然还是两个都具有边毛 虽然还是在边毛那个地方直接联合 然后产生融合的现象 但是它们有大小的区别 那再往上细胞的数目更多的 细胞数目更多的 就是所谓的空球藻 空球藻的很清楚 它跟你讲 今天细胞就是位在群体的表面 中间是不会有细胞的 那极致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是团藻类的 那是最大最大 还不都数 空球藻呢 通常来讲 它就是外面有一层胶膜 然后呢 每一个细胞就粘附在那个胶纸上面 然后细胞的边毛都一直对外 大小其实大约就是在哪里呢 40到50个microbiter左右 然后你的细胞数目大约是16到64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细胞的数目 那当然一样具有感光的能力 一样会运动 那最复杂的 这一型群聚型最复杂 具有运动能力的就是团藻 而且团藻最麻烦就是说 它连它的升值现象都改变 所以整群下来 其他的都简单 它是最复杂的 它整个你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蛮大的群体 所有的细胞连附在那个球体的表面 然后每个细胞之间 每个细胞之间都有包间连丝连在一起 所以它细胞的排列是非常好 非常有它的规则 然后不管无性繁殖有性繁殖 很有趣的一点 它都是往内凹 因为中间是中空的 所以它都是往内凹 往内凹的结果呢 如果是走无性繁殖的 这个细胞就开始分裂了 然后就直接在里面组装 就变成一个小的团藻 所以你一个大团藻里面 可能会带好几个团藻 带个八个 带个三个都有可能 那随着它的生长过程呢 这个外面的团藻 如果崩解掉之后 里面的这些子带团藻 就会释放出去 所以仔细一看的话 在下面它前面一下 你就看到 每个细胞都怎么样 都有这个包间 原生质之间都有一个包间 连是连在一起 所以它的组织结构是更致密的 跟什么呢 跟刚刚各种的事情都不一样 好 那有性生殖呢 有性生殖更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它已经走到软胚生殖 在团藻之前都不是柳性生殖 不是软胚生殖 但是团藻它很清楚就是 往内凹 如果细胞质浓缩 细胞壁变后 它会形成软 另外呢 如果往内凹 然后呢 一样排列成具有边毛的结构 然后呢 它具有游动的能力 到最后呢 破掉之后释放出去 那个是什么呢 那是它的精子 所以它已经走软胚生殖的运动了 精卵结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你今天这个长精气 游动包子呢 游动精子呢 产生之后 它散发出去 会去到长卵 类似像长卵气的地方呢 去跟软做结合 好 那软结合完毕之后呢 形成Light Gold 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所谓的 Light Gold sport和包子 所以呢 很有句点一点 就是说 它其实必须环境要有特殊的改变 怎么说呢 今天比如说 你在一般阵营思想 它走的就是无性繁殖 它也懒得去走有性繁殖的路径 它就是往内凹 形成这个无性的胚 这个无性的胚 就是它的子带的团找 好 那这个子带的团找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它就是随着原来的团找 破掉 死掉之后 这些子带团找就散出去 到了 是有情它继续存活 但是呢 如果有温度的改变 环境因素的改变 比如说给它一个Heat Trace 热的逆境 这个时候呢 同样的 原来的 这个 所谓的大的团找呢 它里面的子带团找 就会开始出现变化 你会发现原来的大团找 里面的子带团找呢 它又开始形成 一些特定的区块 那这些区块是什么呢 它的特定区块 其实我们称之为生殖胞 Cognitian 怎么说呢 你今天从这原来无性繁殖出来的团找呢 你再去往里头看 这些 它再形成的 小 非常小的一个团找呢 它里面会出现 有性生殖的构造 所以在这里头所形成的 我们称之为 Gognitian 所谓的生殖胞 而生殖胞里面会形成什么呢 就会形成精子跟软 所以它是整个流程之下来的 所以无性的 繁殖的 这边比如说是无性繁殖的 female 它就会产生 有性的 那个胚的部分 然后再来去 里面形成软 我们等一下会再往下去 看 那个什么呢 读一片的部分 那我们先把后面的 群聚型 但是不具有运动能力的 这种所谓的水网系统 或者是盘青藻类的 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通常这类型的 它的细胞会延伸 会类似像成丝状 但是这个丝状的部分 每一个丝状都是一个细胞而已 甚至像在水域环境里头 淡水盘里面的水网罩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排列的 是随着它的物种不同 而有不同 比如说这种所谓的四细胞的结构 榨藻鼠的 比如说这种可能是16细胞 或32细胞的盘青藻鼠的 或者是这种无限扩大的水网藻鼠的 那它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四细胞它形状是固定的 它连要产生无性繁殖的子带 也都是固定 里面直接就再形成四个细胞 再散热出来 所以榨藻类呢 你会发现每一个榨藻的母体呢 它的那个细胞都可以具有 再产生一个新的榨藻的无性繁殖的能力 所以它里面就直接进次两次的有失分裂 然后呢就形成四个细胞 然后就出来 细胞破掉之后就出来 就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好 那水网 最有趣最特殊的一点呢 你看到它就 人的手指在割 所以你看到它那每一个细胞其实很大 它可以延伸的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一个细胞哦 这里是一个细胞 这里是一个细胞 所以它连结起来是一个类似像 六角环或五角环的结构 然后它会在里面一直延伸出去 好 而且水网它是有有性生殖 也有无性生殖的 它本身来讲呢 整个 情形会怎么样 如果今天走无性反殖 原来在 这个结构里面 比如说这是一个细胞 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炮 结果呢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现象呢 在细胞质的部分 直接 当然这里有细胞核 在这里就直接进行 细 分裂 所以在里面大量的进行什么呢 细胞核分裂完毕之后 在里面直接 再进行细胞质分裂 产生Roseball 而这个Roseball呢 对不起 它也不会释放出去 它在 只有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 有边毛 但是这个有边毛的时期 它不释放 所以它再怎么样呢 它就经过了这个有边毛时期呢 边毛消失了 它就开始跟临近的细胞就依附起来 而在这个临近细胞依附起来之后呢 就开始随着结构开始组装 所以它就形成六环结构再往外拉 六环结构再往外拉 所以一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六环结构 然后呢 细胞开始延长 细胞延长之后就堆结出来 变成一个新的水网的网目结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从这里再延伸 拉出去新的水网 往外拉 所以呢 你会发现它会什么 旧的跟新的又连结 旧的又跟新的又连结 所以会往外一直拉出去 一直拉出去 所以你看到会是在水面 这样整片的网目状的一个结构 就这样散过去 那 炸爪 刚刚已经讲过 是细胞 通常来讲 然后呢 它左右 两个细胞有外延伸的这个结构 不好意思 那不是鞭毛 不要把它搞错 那不是鞭毛 那是它往外延伸的结构 然后呢 同样的它要进行无性繁殖 就直接里面就怎么样 两次的分裂 然后就释放出来 所以你去看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 外面是一个 类似像火焦层 把它呢 包覆起来的一个结构 那它是一个很好的生物指标 它对于什么呢 它对于化学的因子 对于物理的因子呢 它非常的敏感 所以你今天在水底环境之下 如果是稳定在水底环境之下的 这个 炸爪类呢 它会维持稳定的族群树木 但是你只要有化学药剂进来 或者是物理的条件改变呢 你会发现不是突然之间增高 就是突然之间下降 只要监测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的可以往下去追踪 到你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的一个 什么呢 环境指标 那环境枣 这个我们不仔细讲了 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群体 它的遗传上决定它的形状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物种 它所带有的细胞树木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也形成了它特定的形状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由这个形状就可以推估它是哪个 什么呢 分类群 好 那最麻烦一点呢 它不是单细群 所以在这个 类群的生物里头呢 其实也被认为它是多起源的 也被认为它是平行演化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到呢 这里 搭进来 这个是水网 就水网跟这群是在一起 下面另外一个分类群跟它在一起 所以被认为非单细群 被认为是多起源 多来源的 那绿藻刚里面呢 刚刚失状 刚刚网状群聚型的这类型的结束之后呢 再来的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就是细胞核分裂之后 细胞质不分裂 管罩类的 管状的罩类 它是湿状或管状 而且最讨厌就是呢 你如果去看 把它一个个体拿来看的时候 它变成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很大的细胞 但里面有一堆的细胞核 发现的时间也很晚 1982年发现 单细胞的结构 但是会形成吸管状 或者是所谓的 单细胞多核囊状体的液状体 而且它通常不是水深 它是在潮汁环境下 所以为什么被很晚发现的原因在这里 这是所谓的圆关藻 那也有这一类型的 毛脂藻 那毛脂藻是属于丝状藻类 它就不是多核的状况 它是一个一个细胞 但是它会怎么样呢 单列排列 然后呢 侧向的细胞分裂 产生分支 而它的分支有什么呢 跟原来的主轴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我们称之为一分支形 那这一类型的 这一类型的 狮状藻类呢 通常 它都是走彭佩生质 它的无性繁殖 通常会形成涌动宝质 所以它可以走有性生质 可以走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就产生Rosephor 所以它的Rosephor很长 所以很快的它可以什么呢 到一个适当环境之后 就快速的形成一个新的 毛脂藻 因为它可以带很多的什么呢 物质能量在里面 就是所谓的巨 Microrosephor的一个现象 那 当然呢 除了Microrosephor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Microrosephor 但是都是属于无性繁殖的部分 然后有性繁殖呢 所产生的没有大小形状的区分 但是是同配的 所以它的配置 基本上来讲就是一样 两个碰在一起之后结合 然后呢 产生一个Rosephor 产生一个Lagosphor 产生盒子 盒包子 所以它也是什么呢 跟伊藻很类似的配置 两边毛或四边毛 好 那 这个 所谓的建生藻 这个已经是 最后面 在绿藻缸里面 施状藻不分支的类型 包括了 后面会讲到的 相关的一些 生物 那 比如说这建生藻呢 建生藻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被拉出来独立的 分类去 放到什么呢 放到钢的阶层 后来又被合并进去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因为它的形状构造跟绿藻缸有很大的差异 它的生长生存方式呢 也有很大的差异 它是施状的 但还有附着性 然后呢 它是很清楚的 叶绿体里面是网状排列 然后是 有性生殖 然后是软胚生殖 所以呢 在有性繁殖的部分呢 它会形成精卵的结构 那 无性繁殖的部分呢 它会形成 永动胞子 而它的永动胞子 跟它的熊配子 其实很难区分 因为都是具有边毛 而且它边毛的数量很多 是在顶端有一环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它的熊配跟它的永动胞子 其实没办法去区分 然后呢 熊 磁 这个什么呢 叶状体呢 是虚隔开来的 所以它已经走到什么呢 磁雄易珠的一个情形 好 所以呢 你去看 它麻烦它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今天呢 你健身早要断裂 是有它特定的步骤 它的细胞壁其实非常的坚固 不太容易受到水流的破坏 但是它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呢 失状的藻类的顶端呢 会产生环的结构 而这个环的结构呢 会比一般的细胞 兼容易开裂折断 所以呢 当它今天在这个位置的后方 就会形成什么呢 涌动孢子 而当你涌动孢子累积的细胞质 细胞核的浓度足够的时候呢 只要前方断裂的时候 它就可以释放出来 罗斯波 所以以这样的关系呢 这个环状的结构是什么 它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形成的 它的分裂是不等 像不等 的细胞分裂 所以为什么会健身草 特别被拉出来有它的道理 而且呢 它除了刚刚所讲的那种 罗斯波之外呢 在同样的 类似的结构底下 它会形成短片段 短片段 短片段的细胞分裂 所以这里会有快速的细胞分裂 但是每一个格里面 都会有真正完成的细胞核 细胞质分裂的构造 这是什么呢 这是形成长经器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它每一个断裂开来的时候 里面释放出来就是精子 而 长卵器呢 它会形成在固定的细胞的位置呢 形成细胞质浓缩 储存大量的养分的一个结构 所以今天你的长经器断裂之后 一缓一缓断裂之后 释放出来的精子呢 会随着它的运动能力呢 到达长卵器区跟卵做结合 所以它走到精卵的结合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好 所以你去看呢 这边上方 那一缓一缓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下方 这是它的长卵器的结构 精子迎过来 预备要跟它结合 好 所以呢 它的整个生活史呢 包含的有性真质 包含的无性繁殖呢 都会有这样的方式来精华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